你看喔,這個叫做MyMap 它就用AI去融合新制圖、白板跟簡報設成 我們剛剛是不是都是文字而已 可是你看,學校裡面有沒有常用到新制圖 有,所以呢,我們來試看看喔 你從這個地方喔 從右手邊這裡 MyMap Free Tool 目前它,你從後面這個進去的話 它就是不用註冊帳號就可以用 從前面的這個,你要註冊帳號 但是還要問你要付費 所以我就從後面這個進來 你看我把它打開 好,你可以看到 你要不要用中文翻譯這個都可以 但是它有11種工具 總共有11種工具,包括你要做新制圖 其實這個都只是一個開頭 你進去裡面它,產生之後 你都可以讓它混合的用 不見得就是我只能用新制圖 或只能用所謂的這個 腦力激盪有沒有,或者是做簡報 它並不是唯一的 那你看,我們來找一個題目好不好 來看一下這個 我準備了兩個題目 一個,是最近有沒有 尾巴衝突嘛 這個 那它也都可以共享出來 它也都可以共享出來 另外一個就是 如果你用高中生老師的角度 來出題有沒有 情境題啊 是不是也可以 我下面都有那個demo 那比如說我用這個 我用這個主題 你看我把它複製起來 那我們來看看喔 我就選這個新制圖 第一個新制圖 好 它都可以用中文 所以老師不用擔心 雖然介面是英文的 你就把它貼進去 老師你想看看 如果你用這種方式問同學 同學會怎麼回答 應該沒有人要比你吧 哈哈哈哈 所以我可不可以用這個 先來讓AI 讓同學先認識一下 好,你看喔 它既然是用新制圖 我們就來這邊 好 關於尾巴衝突 要不要開始生成喔 因為最近這個服務剛出來 那我覺得確實蠻令人震驚的 來,老師看不清楚怎麼辦 網頁放大是Ctrl加滑鼠滾文 對不對 有沒有一樣放大的 來 喔喔喔喔 忘記告訴他一件事情 請用繁體中文回答 哈哈哈哈 來,我讓他重新生成一下 我先重新叫出來 如果老師你像這樣子 然後 請你使用繁體中文回答 好 OK 來,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 開始有沒有開始 新制圖就出來了 那老師按住空白鍵不放 就會變成熟 是不是就可以平移 因為新制圖是無限大 好 你看他把歷史淵源 目前的情勢 有沒有都分析一下 那歷史的部分 欸,還列出來喔 所以老師有沒有發現 我們現在要的學生 並不是要他背多少 因為你要他全部這些背 背起來 有沒有有點困難 可是 他會問問題有沒有很重要 也就是說 他可以透過查資料的 我是不是可以知道很多東西 好 你看 他的歷史淵源 是不是都 列出來了 那他列出來的 如果有錯的 或不夠的 可不可以補充 可以喔 你看喔 在這邊 你可以點到這裡 比如說你點到這邊 你可以 除了 可以 直接修改他的樣式以外 有沒有發現 可以針對這個再問他 問這個AI 好 你看這裡 有沒有 欸 你可不可以幫我把這個 變長一點 或變短一點 有沒有 或者你要幫我延伸 擴充他的概念 是不是都可以 好 比如說我們希望他把它變長一點 請他解釋清楚一點 好 我們用解釋好了 用解釋 請他幫我解釋一下 好 那你看 在這裡 歷史淵源的探討 有沒有一個分支又出來了 是不是寫得更詳細 你想看看 同學以後會去翻課本嗎 呵呵呵 這樣有沒有感覺到了 好 那如果你在生成的過程 我希望他還可以幫我 產生圖片 你覺得可以嗎 可以喔 你看這裡 你跟他講 請你 你 幫我用圖文方式 來做說明 好 我們就 這裡 欸 這裡 你使用圖文方式 來做說明 老師有沒有想過 這樣子 我們的東西 來我們看一下 看看他會不會幫我 產生圖片 欸 還沒出來 好 大家有沒有發現很可怕 以前我們要慢慢一個一個思考 對不對 現在讓你思考的機會都沒有 好 好 圖文的部分這邊好像沒有出來 但是沒關係 其實他還有一個 如果你是像這種 視覺化的腦力激盪 Brainstone就是腦力激盪 好 或者是像做簡報 像這個 你都可以試看看 像這個我打開 你看 你看喔 圖文方式 說明 定名 用 繁體中文回答 好 我們來試一下 因為他這個是做簡報的 所以他就會幫你 像 跑步同學這樣 把那個 架構做出來 所以 有沒有感覺到 以後 老師很難當的 對不對 因為同學 老師 你先在旁邊 等一下 我問一下 我問好了 我再來上課 再上去報告 他還會告訴你 老師 那個我點一下 一下就幫我報告了 沒有 有沒有圖文出來了 真的很不一樣 我以前的場次都沒介紹過這個 因為這是這兩天才看到的 所以你知道 為什麼上這個課很麻煩 因為每天都在更新 每天都會看到新的應用 而且會越來越進步 這是我們越害怕的地方 怎麼AI進步這麼快 我們人都沒那麼快 所以你看 他用這種方式來解釋 有沒有歷史淵源 是不是跟剛剛一樣 好 然後呢 他架構就有了 發生的解析 好 我們再看這邊 有沒有 國際的介入 是不是就寫得比剛剛更詳細一點 所以 他用好的這樣 可不可以匯出 可以 你看右上角 有沒有匯出 變成圖片 是不是就可以出來了 好 當然他目前免費的 就最多到2K 也就是大概2048左右 的寬度 但是也夠了 因為重點 並不在於什麼 那個大小 而是他有幫我們生成這樣 是不是就很方便了 那老師呢 這個檔案 請問可不可以共享出去 你看右上角 是不是可以共享 那可以共享出去代表一件事情 我如果進來這邊 假設你希望跟人家共編的話 你可以點把這個網址複製起來 然後就怎麼樣 別人進來了 是不是就可以跟我們剛剛一樣 自己在編輯了 所以出題也可以用這樣子 我先讓你看一部分的內容 你幫我延伸下去 然後再匯出 對不對 好 所以 您看到我在這裡 這個 像剛剛提到這種 出情境題的 你看 我是用看板的方式 好 我把它打開 這個就是 我把它共享出來的 好 你看喔 情境 來了 有沒有 他幫你把故事是寫好了 我剛剛請他做的是這件事情 來 老師看一下 我請他做的是這個 我想要請他 出一個關於農業發展 和環境問題 有關於這個閒海危機 因為那個高中地理 有一課在講這一塊 好 那我只跟他講這樣 然後 跟他講說 欸 情境描述 我請他用 大雄跟哆啦A夢 有沒有 是以這個為發揮 那要 出什麼樣的概念題 好 單選題 每一個題 是不是有四個選項 所以你來看看 他生成了這個 他有沒有幫我把情境列出來 然後呢 第一題 有沒有四個選項 當然我必須跟老師講 很重要的 請問 這個內容 是不是要靠你的專業了 因為他講的不見得完全是對的 然後 他給了 出了題目 你可以請他生成答案 但是答案一定是對的嗎 不一定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老師還有價值的地方 所以你現在出題目 真的變簡單了 真的變簡單了 你看第二題 第三題 有沒有都出來了 真的很方便 所以老師有需要的 是不是這個內容 你就可以把它複製起來 對不對 老師也不要忘記了 我們剛剛有沒有學過一個東西 叫做Google智慧鏡頭 按右鍵 按右鍵 空白的地方 是不是有這個 這樣子 是不是就比較方便 把全部的文字一起複製起來 這樣了解 不然的話 你在這邊 你看 他每一個是不是都獨立的 沒辦法直接摳喔 我按右鍵 直接 Google智慧鏡頭 好 幫我框起來 文字不小心 是不是都選到了 這樣 老師有感覺到 我們剛剛分享的 在這邊 是不是一樣可以用 這樣OK嗎 所以我們把前面 就是比較快速的 讓老師先看一下 有關於文字生成的部分 他的應用 就像這樣子 有沒有 一日千里 這麼一年而已 一年而已 就這樣喔 那你可以想像 他一開始是一點 現在是這樣 再來會怎麼樣 是不是越來越多 而且是爆炸性的成長 現在 AI的成長 還沒有說 算非常快 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什麼 基礎設施 也就是這些伺服器 是不是很貴 還有 我們的頻寬 要達到5G 是不是還有段時間 等到這兩個條件 達到了 那就不得了 他就是 可能一下就上去了 這個應用 你看到剛剛 Google的那個 可能就會 在我們面前出現 哈哈